監調起初大筆現金及帳策電腦 不起眼的簽賭站 開的卻是總統賭盤 而這也是本次的大選首起 而且就發生在南台灣的屏東 尖丟波的魚星大主頭 雖然遭生涯獲准 但也讓中南部的總統賭盤意外曝光 賴肖沛對上侯科 從一開始登記 讓票150萬 賠率1比1 12月初 賴讓猴已經縮短為120萬票 隨著民調變化 這週可能在百萬票上下 也跟民調變化呼應 因此不但綠營在屏東 率先掛起賴肖沛的合體看板 國民黨也在高雄部落人後 選情交温高雄市也感受得到 國民黨就在市中心 掛起首面猴康沛的大型看板 位於中央公園旁的看板 原本是郭台銘使用 但確定不登記參選後 看板撤下 立刻由國民黨接手 在高雄 其實最讓我們大家振奮人心的 其實就是由支持者 自仇出資的 侯康沛的這個大看板 不過民進黨也在市區早早掛上兩面 賴清德母雞帶小雞的聯合看板 至於跟小美琴的看板 則是還在尋找地點 而柯文哲也暫時只有個人獨照 但隨著選舉投票逼近 人得各顯神通 來爭取曝光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